周笔唱从超级女生出道以来 唱过不少耳熟能详的歌曲 人气也是不断攀升 周笔唱改变最大的就是个人形象了 刚出道的周笔唱和李宇春一样 都是假小子的中性大伴 这几年的周笔唱倒是越来越女人了 最近周笔唱和好贵蜜杨蜜 一起出席活动的时候 没想到周笔唱的颜值把杨蜜都打败了 85年的周笔唱和86年的杨蜜只差一岁 从前的杨蜜也是有着盛世美颜的 虽然生完孩子之后依旧是辣妈 不过这几年看起来颜值有点下降了 反而是没结婚的周笔唱 看起来满脸娇然淡白 一点也不像比杨蜜还大一岁的样子 果然没生过孩子的和生过的就是不一样 即便是在高清镜头下 周笔唱的颜值也是能捞住的 网友这就是生与不生的区别 杨蜜和周笔唱一同出席过不少活动 两个人的关系也是好得不得了 此次一同亮相 一个甜美饭门十足 一个依旧是帅辣了的感觉 不过画起眼线的周笔唱 真是又酷又有女人味 未修途中的杨蜜给人一种脸部下垂的感觉 岁月的痕迹也太重了点 杨蜜和周笔唱赛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可爱爆棚了 杨蜜戴了一个兔子耳朵的帽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